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せん 比較想做那個耶 真的 是可以喔 需求量 但我本身又有需求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們是 小白說什麼 沒錯 又到了什麼系列 5分鐘系列 5分鐘系列 為什麼最近有這個1月都有這系列 因為沒時間 沒有時間解決 你要撒 要撒杯子 我們就是 整個濃縮 整個濃縮你的問題很多 就濃縮成結論給你就可以了 我不用再慢慢解釋 想要解釋我 2月開始比較有空在開場的 好 今天的問題是什麼 今天的主題是 如何從留學現證換成工作現證 為什麼今天有這個問題 大家差不多要畢業了 對啊 第一個是有這個問題 第二個不是那個 我們不是有4月的同學去 去年4月去嘛 然後10月不是在那邊找工作 是啊 整個就一直來問喔 是怎麼換錢 怎麼換錢就怎麼換 怎麼換工作現證 我問問佩佩啊 如果你現在是拿留學錢 不管是大學 專門學校或是留學學校 都是留學現證 對 如果你要換錢工作現證 第一個可以嗎 可以喔 第二個可以在日本當地換嗎 可以喔 如果有人跟妳說 不可以當地換的話 打他 不用打他 不用打他我們要怎麼跟他說 謝謝你 我們就謝謝他就好了 我們就謝謝他 謝謝你 謝謝你如此 樂情 如此樂情 能告訴我一個錯誤的 他還是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入管局 還有政治文件 他就跟你說可以啊 你看他有那麼多張耶 所有的手續是他們的東西 哇喔 所以第一道我們可不可以有話 可以 所以是不是有一些同學 4月去 然後10月在那邊問工作前證 對 然後不是還有4月去 然後現在1月不是 1月底 應該是會有出那個 日檢成績 對對對 那是不是一出來 大家在那邊問工作 對啊 我們這邊是包辦啦 除了生小孩跟 有婚相親沒有 這罐還沒有 這罐還沒有捨裂到 先不用 先 我其實比較想做那個耶 真的 是可以啦 需求量 大家本身也有需求 呵呵呵 需求量 那把整個 自己自主 自己自主 所以有很多同學都來問工作 所以第一個可以 所以呢 他會有哪一些流程 第一個 他有四大流程 四大流程 五分都要講快一點 第一個是不知道什麼 第二個流程是就職活動內定 就職活動跟內定 先不要管內定這件事情 內定其實就是offer的事情 然後有一些台灣同學就說 喔我被自上內定 我就這樣 呵呵 好喔 好喔 好喔喔 offer能到人嗎 呵呵 是拿到offer 所以第一個我們是要就職活動 沒錯 然後呢 再來第二個工作是什麼 第二個是 載留資格變更許可申請 對 我們現在是以四月為一個分界點 也就是三月底 你簽證大概會一年後到期 就是大概在三月底左右會到期 你大概從十二月多到三月多 你要做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這個再有資格變更許可申請 對 然後你要去做變更申請 然後這裡有兩種方法 妹妹猜猜有哪兩種 第一個 我猜自己去辦嗎 為什麼啊 你去辦了 你自己去辦 然後在公司文件 跟你寄文件 自己去辦 自己去辦 自己去辦要請 不用錢 不用錢 第二個呢 第二個 公司讓你辦 對 第二個是公司幫你辦 你就行政的許可申請 那目前的行規 整個市場上 因為台灣太多人這樣做一做都不做 所以很多公司就現在 他可以幫你辦 他行政出資的錢 你得出 就可能那個行情是從 八萬到十五萬日幣都有可能 那因為台灣同學就是 離職率過高 大家都 我不做了 就是做半年 做八個月九個月 做不到一年 或做一年多 然後就跟人家公司說 我可能要人生規劃 然後日本人就有一個問號 哪泥 你不是才剛來一年 你要規劃什麼 日本人其實很忌諱這件事情 因為大部分的日本公司 他現在沒有那個 中生雇用職啊 可是他們還是會有一種習慣的就是 他把你聘用進來 然後就開始慢慢繳 他希望你在這裡待一點久 除非有任何問題 基本上不會離職 那因為離職率太高了 所以現在很多 你要嘛你就自己辦不用錢 要嘛你就是請行政書士 當你辦 對 然後你可能要花錢 現在大部分公司都會這樣 所以有一些公司 不幫你辦行政 不是不幫 他是不想幫你花這個錢 因為他們吃過太多虧了 不過這好公司也有跟我說 怎麼辦 我去年就一直都這樣 我就說 不然你就找其他公司 找鴻輝他們自己出錢 然後呢 我們假設 三月左右 三月 三月初 三月初申請這個申請了 我申請這個資格變更了 沒錯 行政書士也找了 或自己都讓好了 大概要多久簽證會下來 大概一個月左右 對 也就是說 你簽證要抓一個月左右 那你在申請的期間 簽證會無敵狀態 無敵狀態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出計 你也不能入計 你現在是沒有簽證的 所以我們所謂的無敵狀態 就是這個 他是無敵的 就是他如果很晚給你 你也可以多留幾個月 但這個情況下 不用去學校沒關係嗎 因為你的簽證正在做轉換中 所以你的簽證已經是從留學中間 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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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換成別的 那也有留學換成 遺勤簽 都有可能 所以 在這個轉換的規則之下 在日本入管局規定是 90天以內 他90天以內一定會有答案 注意是有答案不是成功 他一定90天之內會回復你 可以或不可以 幾乎都成功啦 我在想 錢都花了 大部分都會成功啦 所以你申請完之後 要再帶你一個月左右 我的印象中比較快 是三個禮拜就可以完成 那很快耶 很快啊 他就是要叫你去貼程證 然後不然就是叫你去換了一個 再留考 所以基本上你整個抓起來 你大概是要抓了醫院 一個月申請 一個月去等貼程證 所以你大概要抓來了 所以同學們 你現在假設是醫院 是不是現在 差不多就要搬了 差不多喔 不要人急喔 媽媽 你們都不會抓時間喔 一直亂我 都說同學你先抓三個月 老師為什麼要這麼找 憑我的就對了 不要問 不要問 你 你只要一坨時間 你的時間就會 你的無敵狀態 只要時間一送出去 你的簽證就會暫停 他這樣判了一個暫停 然後他換好之後 然後再按開始 簽證就會換行 這個時間 你是沒有簽證的 很麻煩 所以你要先抓好時間 不過最近因為那個 觀光開放啦 也是蠻缺的 對啊 同學問我找不到 工作去哪裡怎麼辦 去每次店 我也是店 你那邊超缺的 真的 我的媽呀 最後一個動作是什麼 最後一個動作是 載由期間更新許可 對 意思就是說 簽證下來結束 就這樣 所以他有這四大問題 那當然中間會有一些細節喔 比如說你 第二個步驟 不要去做資格許可 就是變 然後分別 好我們講一個重點 有一些公司 面試你 他其實也沒有經驗 他就是面試好玩的 來我們來看看喔 假設你現在是你一間公司 公司要有多少的不念呢 一千萬 對所以有一些公司太小 就發不了簽證 真的嗎 什麼真的啊 不要那麼假吧 不要那麼假 沒有真的人家 簽證文件這麼就會寫 所以有一些同學問我說 為什麼關門公司不辦 因為他公司 根本分不下來 他就是面你面試好玩的那種 很壞喔 也不是壞 他其實是那個公司也不懂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然後看人家在應徵 他也應徵一個啦 結果後來去申請 簽證的時候 有去問行政書士嘛 跟行政書士問問題 就要花錢了 你看他來事務所就分花錢 對啊 所以還是要確認一下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結論 第一個 可以換簽證嗎 可以 可以 然後大概要多久前 大概一到兩個月前 對一到兩個月前 不要問就是三個月 你現在差不多就要開始準備了 找工作跟換工作了 就要換簽證了 我們所有換簽證 大概都抓三個月 因為他的表定時間是90天 第三個要注意什麼 公司得本能不能發 對公司可不會發簽證 你要先確定能不能發 那有一些公司因為他 受過的挫折太多 人找一找就一定好的 所以有些公司會叫你付 行政書士的錢 這是非常合理的 你要嘛就自己做 要嘛你就找行政書士 那公司不是很想要付這個錢 會幫你復一復留不去 好啦我們今天什麼系列 五分鐘系列還是要講什麼 每次連續請大家 訂閱、按讚、小鈴鐺 訂閱、按讚、小鈴鐺 最後要說什麼 掰掰 掰掰